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听众朋友 我为什么从去年 走主流AI股开始的时候 到今年又走了IPIC设计概念股 都一直在跟听众朋友明示哦 这就是郑瑞宗老师的年来了 当你主流选对了 然后分析师又跟对人了 就是一档接一档赚 等会我们一一来分析哦 所以现在真的不能只是听节目 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了 马上跟上来才是真正的聪明的投资人 因为你就会跟在起掌点赚到大波段 在节目后我们都有开放的名额 给你机会跟上郑老师的投资节奏 把握好今天这半小时的节目了 马上有请我们的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黄仁勋这两天又来台湾 那好像常常他每次来 AI股都会刮起旋风 是真的很巧 每次AI股在涨的时候他人就在台湾 真的 然后每次都跑去夜市吃东西 所以我想他真的是台湾的AI股的贵人 那这一次AI股呢 我认为是所谓的主身段的 我定义去年6到8月那一波叫出身段 那今年才是台积电的产能开出来 GPU的出货可以翻倍 那AI伺服器会翻倍的一个出货 今年大概成长率是100% 那未来至少五年之内的年复合成长率 都是五成以上 所以大概每两三年 我就会翻个一两倍上去 所以这速度会非常的快 所以去年只是出身段 那未来会真的走足身段 所以我就说AI的供应链 七成都在台湾 那全球的资金都在追逐AI股 除了美国那些AI的龙头之外 硬体供应链其实大部分都在台湾 所以未来资金在追逐AI的过程 一定会买很多AI的台湾的相关股票 所以台股万八怎么会是问题 今天盘中最高涨78点 最高来到17893 所以元月原本看起来好像很惨 一下子从17956被外资狂砍 一路砍到17151点 结果台电法缩完之后 通通认错回补 先是在前天单日大补了807亿外资 昨天又买了369亿 所以等于是把卖的又通通买回来了 所以指数又一路的又涨回到高点 几乎快要过高了 所以我认为过年前大概万八不是问题 那今年陆续已经有听到大概两个外资 都认为说今年台股两万点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我想我在12月我就跟大家说 咱们明年相约在两万点相见 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两万点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过年前我想就是应该就是慢慢跌高的格局 当然重点还是在选股 有选对 大盘跌的时候 我们那些IP股还是创新高啊 真的 然后呢 反弹的上来的过程 我们又把一些资金转到AI股 又从低点又一路转上来 所以就说大盘杀下去 我们IP股照转 那转进AI股 随着大盘反弹上来 我们又转 所以这个选股很重要 那节奏也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以IP股来说今天虽然量缩 但族群还是盘整盘间慢慢垫高 那以具有客来说今天分盘第七天 因为是20分钟分盘 所以量缩的比较明显 但我看盘中还是又涨到345块 对还是很强耶 今天都是红的 涨了大概2.3% 看来是铁的心 准备要挑战那个351块的高点 上次我们是买283 短短三天就冲到351 我们就卖一半 那我就说 因为我后市非常看好 但因为它短线又涨很快 然后那时候我们算一算 就是说隔天又要关20分钟 所以我们就先卖一半嘛 那我就说留一半给它关 那事实上卖完之后呢 确实代从351回到大概316块 然后现在你看又慢慢 又慢慢涨回到345块 所以就说反正就留一半给它关嘛 但是因为现在是20分钟 购买教育 你说全国教科 你真的很不容易买 所以我会等到这个礼拜关完之后 下礼拜我们考虑再买 那以具有客来说 今年的获利 我估计大概 因为会有很多新的开案 什么7奈米 5奈米 或者10奈米的案子 是 那5奈米还不确定 但7奈米 10奈米应该是确定的 那我估计今年 会上开大概15块钱 那ASIC这个组军本预比 大概是大概有40倍 是 空间很大 因为15成40是600 6字头 现在3字头而已 那还差很多嘛 对 这是一个角度 那它市值只有大概131 那 资源 也是做ASIC的 市值现在是1100亿 差有点多 对 那具有客是130亿 对 EPS 资源金额大概是14块 那 具有客大概是15块 当然股本不同 你说市值要完全拉到一样 本来就不尽合理 但是这是多重面向的比较 就说40低估的 它会有上去的空间 本一比低估的会有上去的空间 那它获利有可能又比资源高 所以我认为怎么看 左看右看 具有客都被低估 所以它那个持续比价 其实一个月前 具有客跟资源股价差不多 对 就现在它又落后 大概100块钱 所以我相信 还会在比价向上 是 所以如果资源继续涨的话 那就有客空间就会更大 是不是关出来就会有机会了 搞不好关出来之前就过高了 但是因为是权威交割 大家就是自己衡量看看 不好买 因为我们带会员 我很难告诉大家说 你去先去存钱 然后去买权威交割的股票 因为关20分钟很麻烦 所以我们会等它关出来再做操作 但整个趋势上是没有问题 好 好那金益科是关五分钟 这比较容易操作 因为至少不用先存钱 那今天是分盘第四天 那股价是在均线之上 做一个强势的整理 那这个看起来是随时都有可能加速过高 因为目前的价位大概是395 393 然后高点405 所以其实这种高价股 随便涨个2%就过关了 所以这随时会过关 那以金益科来说 今年会有两个产品要量产 那如果预计可以开案有两到三个新的案子 那EPS如果可以开两到三个案子的话 那EPS应该会比具有科来的更高 同样的就是说 EPS如果说可以超过15 20块钱 本益比其实这一组都是40倍起跳 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金益科股价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跟具有科一样就是说先追智源再追爱普 EPS的部分我认为今年爆发力最大的大概就会是金益科跟具有科 当然安国也不错 也不错 但是它的获利可能就不是十几块钱 可能就是比如说6到8块 所以它的股价就没有办法到这么高的位置 但安国还是相当不错 所以整个今年我想就说EPS的产业因为订单会大量外移到二线厂 所以是新跟创意仍然看好 但是空间不会像二线厂那么大 这个我已经讲很多次 就像疫情时候的连电涨翻天 涨七倍 好几倍 比台电多很多 那天狱啊敦泰这些都涨20倍10倍都比连用涨很多 涨多的多 所以说今年的IP产业的话以二线的为主 那应该会有出现相大的涨幅的机会 所以这是在IP股的部分 那AI股部分毕竟还是最近市场最热门的话题 那以2329的华泰 它是帮美超为代工AI45系的主期版 美超为先涨36% 昨天又涨了3%多 两天大概涨了四成 那可惜华泰有点牛皮啊 我们大概是60买 那到今天早上大概63块多 我看涨不上去的 小赚个3块5% 我们就将持股获利出去 也不错啊 赚个小零钱 对就是本来就是 我个人就是说我的坚持是买数字最棒的精品股 那在操作的选择上 我比较惯性操作波段的操作 是 因为其实我认为就是说一个波段可以赚个三成五成的 对 而且你不用精品出出 结果花了很多的手续费 是 那可能只有赚那个几% 那我认为一个波段如果稳稳咬住三四成四五成的话 对 那根本要说精品科是177% 嗯 那按过是超过100% 嗯 那以波段来说它的获利幅度才会大 是 而且它所付出的交易成本是少的 嗯 这长期你才可以累积很多的获利 对 但是我们还是会搭配一些短线操作 是 因为有时候就说这是一个动态调整嘛 对 比如说我买下去题材很好 但是股性牛皮这也常见嘛 嗯 那可能就是有时候小赚或者小赔 我就会选择下一个更快的股票 是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在动态中做一个调整 嗯 就是把节奏掌握好 嗯 对 华带其实基本面很好 是 但是什么时候要加速 目前看起来这个现在还有点温吞了 所以可能还不到时间 所以我们最近就先60买63附金出 小赚3块5%获利出轻 是 赚个小赚钱也不错嘛 嗯 而且小赚听说老师是没有停下来哦 接下来还要继续赚哦 对 那资金早上左手一卖华带右手就买进最新的标股 哇 6237的华讯 6237真的是一直赚啊 然后6237的华讯我们早上在不到10点之前买是大概66块出头买进 嗯 结果呢他不到11点就锁住掌停71块3 是 也就是说今天左手卖掉华泰赚5% 对啊 然后右手买进华讯当天锁掌停直接这边赚7% 是 所以两边加起来12% 嗯 所以其实你说赚的少也没有两边加起来就已经十几%了 对 所以当天买这张就就赚掌停嗯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换股操作 对所以我刚刚节目前是不是跟大家说你不要再就是听节不要再只是听节目了你要马上跟上来有没有左手卖右手就是赚掌停哎这个节奏掌握得超好的 这个节奏我们蛮常发生嗯嗯就是会有一个完美的换股是卖掉股票已经很开心嗯对转进一下当股票继续赚那是double的开心对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蛮常发生嗯好那以华讯来说的话那呃不晓得Amy最近有没有看到新闻说有一个新的产品叫AIP听众你可以去上网去Google AIPAI然后PIN嗯他是一个以前在Apple工作的一对夫妻出去创的公司 就是所设计的一个新产品嗯嗯那他像一个胸杖一样挂在胸前嗯那你可以就好像有点像Siri那种语音助理啊你可以用讲话跟他沟通嗯然后他有一个小投影机他可以投射到你的手上嗯然后会用投影的方式回答你的问题嗯那同时可以帮你放音乐啊回答然后或者是帮你做一些搜寻啊然后回答的部分投影就投影在你的手上嗯就有点像说新建系列的那一些 呃那种太空科技的电影就是说那个胸章是一个智慧型的装置一样嗯所以呃很多评论就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新的产品而且它整合是Chap GPT整合的AI嗯嗯所以未来就是说他会随时利用他的镜头帮你做一些情境的分析嗯所以这个东西很神奇那预计三月要上市嗯嗯好所以会带来一个全新的话题嗯那股票市场实际上就是说 新的往往就是最好的嗯就是说有新鲜感的东西常常股票都是最有表现所以再来除了Apple也出了一个新的就是头戴装置就VR的装置嗯嗯好那包含脸书之前就有Quest3的头戴装置嘛也是VR的嘛嗯然后脸书跟那个叫做雷鹏他要合作一个智慧型的眼镜嗯那除了Apple之外呢其他的这些产品 基本上华讯都是供应链嗯而且都是未来最新的话题哦嗯而且这些东西未来都会整合AI嘛是所以新的部分就很有机会所以今天华讯股价就是一样是横盘整理了好一段的时间哦嗯大概前后整理大概三个月时间高涨平台的整理昨天先一根红棒今天今天是量增了好几倍带量突破前波高点哦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刚发动的讯号嗯他就不是说已经涨了 五成一倍的股票是所以我比较喜欢带着大家买的是就是说哦被低估的嗯或者是纪录线上整理完刚发动的是那最好又搭配有新的趋势新的产品新的题材的对股价就很好发挥对啊为什么要跟着分析师因为他总是领先趋势啊我们现在才得知这样的讯息老师早就知道了所以大家可以多去注意一下AI品哦那哦但是一个东西蛮那个东西蛮贵的哦小小一个东西大家说要取代手机 当然我认为可能这也有点言过其实啊哦但一个小小的装置要两万多块哦所以到时候是不是会真的会被卖得很好我相信藏心的玩家会很多啦嗯都会去买啦是那但是它是一个新的话题哦那势必会带来股票上新的刺激嗯所以我们今天把呃比较温吞的华泰也是赚5%也不错啊对也是赚啊对啊那转进华逊当天就7%就是一直赚而且还越赚越多这样的操作节奏就是非常的完美嗯标股一档接一档 对赚钱无法打真的无法打大家一定要跟上是没错好然后我说今年AI的部分也会开始就是二线股也会跟IP股一样就说订单外溢到二线股嗯所以都会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是所以饥渴的部分5426的震发嗯我早上最高来到41块对啊这里涨了8.7%对差一点点我想说是不是快涨停哦对创波段新高嗯那我们是35块买到41块也赚了6块赚了17.1%是 所以这个获利持续扩大我想一下子可能就会两三成了嗯那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呢上个礼拜啊礼拜四左右出了一个14.9万张的大量嗯那当然其中有12万张是当冲啦但是我就说这没有问题因为热门股才会有那么大的当冲量嗯周转率当天超过100%非常的惊人但是股价不死反而顺势再创新高嗯就表示那是可以成功的换手我也举例就是说当初华福嗯50块的时候出了一个 好像8万还是10万这样的大量对四个月之后涨到183对183嗯50涨到183嗯所以这种低价转机股一旦转机确认嗯后面涨势是非常凶猛的嗯就像当初的银帮这个你应该记得我们去年赚了差不多一倍嘛对280几块买涨到640几块对那我们是出来600块是那那时候银帮其实去年我们更早100多块就买那个东西其实我就不要去回头再去讲了但他去年是50块起涨的对 涨到640块真的好可怕真的涨了大概123倍对所以转机股就是其实当他明确的转机那是很凶的嗯所以AI的部分呢因为AI机壳其实系统厂也要找second source嘛所以有系统厂原本的第一供应商就是银帮现在早上震发当第二供应商嗯所以我我最近大概法人我听到了估算的EPS今年是要赚7块钱了嗯所以假设你用20倍的话那不得了那未来可能有200%的空间都不止哦因为现在的股价 也才不到40块钱嘛嗯所以我相信这个未来应该是有一个翻倍的条件的股票是哇所以我们是赚了目前实际帕嘛嗯所以目前就持股续报就等待市场持续把它推升上去破例续报对那震发是比较低价那高价就是2059的川湖是那是伺服器导轨的全球5成供应商的最大厂嗯那AI伺服器的导轨当然他也会市占率超过5成是那AI的伺服器的导轨单价又比一般伺服器的导轨 高出数倍哦嗯会带动川湖未来两年的啊获利翻倍成长今年我就估计可以大概45块到50块是明年可能就要超过70到80哦嗯那第四季本益比估计会超过六成哦嗯他就又是AI又是高毛利股是所以其实本益比一定会高我估计会有大概30倍到40倍嗯所以长期来说嗯如果今年是40到50乘以30到40倍你就知道那个是1500到2000块的水准都是几千块 那如果明年是70到80乘以30到40倍的话那就不得了对那股价可能就是四星的水准嗯那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是市占率最高的嗯高毛利的领主间的供应商他类似那个大力光的位置嗯那当他大力光当初是因为智慧型手机嘛嗯那现在是AI的量体可能比智慧型手机来的更大是哦所以呢川湖未来这两年哦我认为是不容小探了那最近应该法的会有一波 调升平等的动作哦那内外资都一样哦是那股价昨天涨停满创新高1100嘛嗯上涨没有压力咯嗯嗯上涨没有压力所以这边就不预设高点我们990买的到最高1100哇两天赚110块对啊那今天是稍微让量缩回答一点点哦嗯嗯那其实我认为整理完之后很快就会再过高是所以目前就数据吧哇真是一档接一档转啊对那AI的股票会有很多好股票我们就一档一档来嗯 嗯那另外还有布局AI的标股是8XXX8开头的去年大概8到9块嗯今年估计就23到25所以这档幅度相当可观对啊那股价一定会大涨是所以股价目前大概三字头出头我估计上看五字头的几率相当高是最标准的大波段的股票是所以如果说你喜欢操作大波段的朋友对怎么跟上来老师一定要跟上嗯嗯那庆祝今天华泰初青转华逊马上赚上题哇真的 我们今天开放五十个名额五十个名额哦对168到年底限量的优惠价只有今天留言168加电话就可以把这个优惠带回去谢谢老师只有今天的机会哦赶快打电话进来咨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股市大人周日宗老师谢谢米达拜拜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特别庆祝我们的投资节奏掌握得非常漂亮2329的华泰左手卖出右手马上买进的 6237华逊直接赚掌听所以今天开放五十个名额哦限量限额的优惠价刚才我已经问过周瑞宗老师的真的只有今天只有今天可以有这个机会168带你操作到年底特别开放给五十个名额的听众朋友哦而且真的只有今天打电话进来直接来诧询节目通关密语168就是带你龙年一路发 赶快把168的幸运数字带回家168带你赚到年底今天限定限额的优惠价打电话进来022362-8000022362-8000庆祝今天左手赚到口袋里右手直接赚了一根掌停特别开放五十个名额听众朋友就在今天限定限量用168操作到年底龙年一路发就看现在了 022362-8000022362-8000通关密语168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达人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